左邊的商機啊 人潮啊 再來就是那個點燈那個橋的那個引道 才剛才很久 附近的五樂浪 所以當初我來這邊的時候 我再來五班 我記得他們對面的印象中 沒有賣豬腳飯還是賣一些小吃的餐廳 還有些東西 所以說我這樣到這個地方買的時候 很多年級都豎起大墓的時候 把我們買這個地方 會幫我們帶到這個地方 很多歡樂的資格 來賣的地方 所以我感覺說 後來就被大家注意到 因為在這個北人 台北游擊特別的 台北車站附近 位置是三角窗的特殊位置 應該算是給我們每個地標 所以家人之前在這套房子 我們一起生活過打拼過 爸爸我兩個人 我們當初的就是在這個房子裡面 也是做了一些小吃的 日本時代它是一個石塔 所以說我們自己在這 有這個小吃的算得很難得的 如果真的有機會 這個房子被保存下來 密稱這套房子是我們有很 家裡的生活 所以我們很願意 在哪 我看到這個時代的照片 現在的整體上面還更大 之前是陸續的 我們來的時候 比較少人 因為我們常常進來看這個 電的狀況 所以我們也說 我們這些委員們有時間的話 我們一定要在那邊參觀一下 設定的能力 所以說這給大家說明一下 感謝各位老師 感謝一些喜好 認識的朋友 你放心我們這套房子的 有些清醒 謝謝大家 好 好 謝謝 謝謝黃先生 親自來做說明 好 接下來我們請提到的 那個林先生來說 可以打開一個 好 不好意思 我可以這樣吃 好 聽得到嗎 OK 這是家裡非常重要的 國定古西 本年差幾十年來 進城之後 不管是從大到城 不管是城外 我們看到城裡 就是這一套房子 我們今天要討論它 就是它的人 有沒有名人去過 或者是建築上 有什麼特殊的價值 我覺得就都市的安侯 跟它的趣味來說 這個就是文化的餐廳 阿森幫我們下一張 那 台北成立 將近各位老師 都給我們來熟悉 那 再聽下一張 因為 都市計畫的 考量 新代到日本時代 產生了一個 非常獨特的夾角 再下一張 那 我們看到這個 原來的風造圖 就是我們 製作了些褲的形狀 還有 它跟北北的關係 那個時候的狀化上 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日本人 日本是在剛開始 來到台北城的時候的 北的 翁城還有 城內街道的關係 下一張 以及日本在 畫地計畫之後 推薦了這樣的形狀 結構 下一張 那 這張 901年圖 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出現了 商店街的結舞 下一張 所以在北門的二樓 可以看到許多 站在二樓的角度 看城內的角度 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結幕 慢慢從 新代的形式 再下一張 陸陸續續的改建成 就是木造 這個是這個結構上 Dellers在最初的檔子 再下一張 可以看到 它由於是進城 非常重要的一個 視覺的 交配點 所以有很多的廣告 會必是這一個 屋主怕的商家 那有可能是其他的 其他的廣告商來 或者是其他的 借用他的這個位置 當作進城的一個 視覺的交配點 再下一張 可以看到 剛剛是一個賣草洗的 現在這是一個 磁器店 是賣十重的 現在它就是 補財街的揚桌 那 在前幾年 在影響副寶城的時候 當分證老師 又幫我們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文憲的回顧 就是1913年 到2014年的時候 我們這一代 因為當中的火災 所以歷經過 大規模的故事更新 下一張 我們可以看到 明治早期初期的 這些捷舞 戶外的捷舞 在那一次幾乎 都已經燒毀了 下一張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建築 剛剛在文化局的報告 是1935年 其實它在更早 更往前面十年 它大概是1925年的時候 就已經落成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建築 所以再過五年 它就一百年了 我們可以看到 三層牢的形式 以及 西洋式的烏森意念 加上回憶日文式的瓦片 還有鼠眼這樣的搭配 跟現在是沒有太大的搭配 那包括它有 草山美頭的循環巴士 還有中央食堂 還有食器店 這樣這些在照片 還有攝影室上面 都能夠反映出它的 在這個區位上面 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那這張照片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是我們可以看到 延峰南路這條日本新開的路 走到底 現在中山堂的位置 當時還是青山行臺 扶台雅門的這種 厭惟式的 舊的總督府 但是呢 這一條國外路走到底 新的總督府 現在中華民國總督府的塔 都已經落成了 所以這個房子在這個地方 建設了政權的移轉 以及統治核心的辦公廳社 從右邊到左邊這樣 它是走過這樣的歲月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 市令古蹟 台北郵局已經落成了 下一張 好 再下一張 因為等一下 還會有朋友補充 這張房子裡面 曾經發生過的故事 其實跟我們之前 台北市臺登陸的同督協會 在同督協會的旁邊 有一個巴自動車車 就是一個做巴士經營 好 抱歉 抱歉 再下一張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看到 它在歷史上面 非常多不同的時代 跟台北郵局也好 在這個地方 再下一張 以及它在上面 有出現過不同的商家 下一張 那我們這邊就趕快跳過去 下一張 這個是在戰後 就是生活雜誌的 攝影記者 卡拉麥登斯 它分別從北門 以及分別從 台北郵局的車技 即將要重建的車技 看到這樣的一個歷史影像 當時是古葡蘭里法庭 下一張 那這個是韓戰 就是123自由日的遊行 有經過它也在歷史留下影響 下一張 那這是在更遠 在戰後 在做高架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在北門的旁邊 下一張 那這是千兩年在經典雜誌 也得到非常大的迴響 美國的老兵 他們現在把他們 當年在台灣攝影到的作品 那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曾經有這麼大的招牌在上面 它這個是跟旁邊 中華商場的表演 好 有請時間到 謝謝 好 來 謝謝 那有關這個提報 有沒有關係 我們就把談到這邊 那民眾 民眾有登陸的 請他們進來 好 來 請進 所以只有一位是吧 您分一小姐 您要做簡報 好 請把握三分鐘 請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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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員還有大家好 那那個 剛剛這個 這棟房子的歷史 跟重要性 已經有人講了 所以我就不再罪言 我要從 都市的空間跟景觀的格局 來看這個文思神意案 在2016年2月 這個台北市政府 很有魄力的把這個北門高架橋給拆掉 幫我拿下來這樣 那拆掉了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了這個鐵道部 三級倉庫 台北郵局 跟輔台街 那當然北門也重見天日了 那除了看到這幾棟的建築 構成了台北的歷史地景之外 也看到了北門這個區域與台北市發展 與台灣整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空間關係 麻煩下一張 那這個北門呢 經過了整理之後呢 這個這裡也成為整個進入台北城的重要入口地下 可見的這整個地方呢 是在台北市 甚至是台灣的歷史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那本案的位置就是在這個地方 麻煩下一張 那我們從大道城往北門的方向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右邊的這個地方已經蓋了高樓大廈 把這個整個的天際景觀都破壞掉 麻煩下一張 那我們進到北門裡面 從中軸線就可以看到這個博安路二段 這個 來 下一張 然後 進到這裡來 右邊當然已經輪線了 我不知道米托斯也還有辦法去做補救了 然後左邊是美輪美幻的這個台北郵區 那 博安路二號的這個位置呢 就剛好是北門進入台北城的重要中軸線的視覺焦點 那這個 剛才屋主也講過說 它的外觀跟內部格局大致是保持原來的樣貌 如果能列入古蹟的話 我們可以妨笑這個大阪商傳注視會社的案例 把它恢復到 盡可能恢復到跟原貌接近 那可以見證台北市這個 走向現代化的歷史地景 跟都市發展的歷史脈絡 更可謂台北的歷史風貌跟觀光景點在天中 謝謝 好 謝謝林吞小姐 那今天還有嗎 好 沒有的話 有嗎 有嗎 有 好 好 還有哪一位要表達意見 我沒有咪復狗 那我就直接講 妳是哪一位 我是張若宇 張 我也要投影片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不要確認一下 張若宇 張若宇 我就是想要來跟大家補充日本案件物在日治時期跟結局發展有產業歷史相關的補充 那首先在很有名的《金丁改如寫真帖》這本書 《法復中》就已經曾經記載過當時日本人士將金丁視為一個到台北的心臟位置 他們是以咽喉來描述金丁的這個地方 那因為他當時是連結到道成城內跟蒙甲三十節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因此後來日本人就是對這個方面的結局很早 我們下一張不寫 在1925到1930年的時候 我曾經對就是如今的延平南北路 還有國外路進行一個《金丁改圖》的工程 那當時他是由公跟民一起合作進行的 那根據該寫正帖的記載 因為其實在1927年左右的時候就是本安建物 從原本的木造房改建成如今RC建築的時間 那改組完成之後呢 就是這一代是被譽為是新營作 那從此我們也知道在1926到30年之間是台北郵局的興建計畫 也是從原本的木造改成如今所見的美文美奮的樣式 那從一日信報當時的記載以及其他的照片 我們可以推論 當時日本人是有意在20年代末期 將這個地方營造成一個台北新的景觀的視覺點 那從整個《金丁改造建築物》的規範裡面 可以看出就是他是有意希望搭配台北的魷魚 既能夠襯托他的美麗又不奪於他的廣場 那同時這棟建築物的陳如剛才林老師有提到 曾經有作為食堂還有一個代合所使用 那這代合所是什麼呢 其實他是曾經有一個在金丁附近有名的巴商會 非常所經營的公車的一個 就是像我們先講的後車艇 那這個公車是曾經是來往台北城內跟士林草山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光的列車 那在30年代配合草山劇場 也就是在去年有被寫定為地質建築的那個早堂 其實也就是這個巴商會的營運的 所以下一張想要強調的是就是他曾經 一樓作為一個人接待所 他是跟巴商會在30年代正 他對於整個台北的觀光圖他的企圖 這是他的一個滿圖的一小部分 那下一張 那當時觀光的鳥漢也可以看到有特別把巴商會的這個乘車點 把他給記載下來 那其實我們本案這個位置 他當時其實是其中一個站點 接下來就是往北去跟其他的官方景點做連接的 那所以希望委員們可以將他在這時期 接去跟產業上的觀光室上的重量進入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是杜吳宗友先生 好 來 請 委員們 大家好 我是畢心杜吳 我其實是從台南來台北工作的 出席台北市的一次 那我從台南來到台北 我想對我這張附近一代大概就是 你還是印象比較深刻 但是也不是說工作在那附近 那當然就是到了這個北 一定要去看看周邊哪些文化市場 我想說來自於這個 海南也會滿關係的這些 但是現在我很焦慮 就是說在我來台北大概初次的印象 大概就是這邊北門附近的一些文化市場 那這個三角街屋就在於每個人 不管是說是我們國內的旅客還是在地人 甚至是國外的觀光客 我看很多都會在這邊拍照留言 還有看看 那他們一定會走走經過這個北門底下 那當然要從城外走到城內來 當然就是第一個印象就是這個三角街屋 這個對我們來說 他除了在這個歷史文化文理脈 就是跟之前一些還存在的這些文化資產 他不是說是主角之一 因為你走進這個北門那個拱門的時候 你看到第一個就是這個 如果這個受到比較大的這個變化改變 那我們不知道說這個 到底我走進的人是台北城 我會有一個這樣子的疑慮 那我想各位我也就是非常對這個舉足慶重 如果說我們能夠把這個留給世世代代 我想都是很美好的 我本身其實平常有在攝影 那剛剛林峰愧老師用的一唱唱片就是我拍 我之前去了我不是因為這個剛好就 因為平常工作沒辦法去拍 可是其實我們看到照片很美麗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看到實體實物 我想這個才有意義 不然我們從常就只能去緬懷 是從照片去 讓我們的下一代去認識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差距太遠了 如果可以做實地的這個教學 或者說實地去那裡走動 我想這是很感動的事情 那以一個從南部來的 那個陸籍台北市的台北市民來說 我認為這是非常意義重大的一件事 那各位委員能夠審慎得快 謝謝 好 謝謝陸先生 來 接下來是歐陽 歐陽分會嗎是不是 好 來 請 各位老師齁 主席就是 蔡先生 那個 喔 那個五三歲啦 那個雖然不是很老 可是我也是從小就是在這邊經過的人 那說真的就是尤其在動員工作的話 跟生活有相關 所以我大部分人都是會買攝影機 喔 攝影機 攝影機 攝影機的話我常在這邊過來過去 那這個的話就是一個注標嘛 等於是一個標誌吧 因為而且這個地方很重要一點就是 大家知道 大家都是我們世界都知道 我們基督的設計啊 它為什麼不是這樣緊緻型呢 它這個就是在一個中間的地方 然後欸 如果這個東西 這個建築物的存在 讓我們知道說 欸 台北市的設計啊 就是不能讓這樣直接走 就是要彎下這樣子 所以在我來說 覺得這個地方的位置很重要 那 而且我常常覺得說 有時候說要把一些舊的房子拆掉之前 可不可以讓我們先知道說 他 地主他想要改成什麼樣子 那如果說 說真的 如果說 有沒有問過後面的人啊 譬如說你這樣子的話 一個東西卡在這邊 那後面的商家整個就不協調啊 對不對 那我當然會希望說 你既然原來的這個現在豬豬豬 他想要保留這樣的形勢 這樣看起來也沒有順啦 因為你如果說要 我是覺得就是地主如果想要改的話 可不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他想要改成怎樣的 他有沒有說 配合附近的街景之類的 那如果這樣進度的話 你如果要改的話 你的高度 因為這個什麼 空間 這個什麼 Sky View嗎 就是 你要有一個視野嗎 就是你如果這樣擋 就是你如果很通路的話 我就很奇怪嗎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來 下一位是 孫啟隆先生 來請 各位主席各位大家好 我希望能夠爭取這個房子 作為古籍的這個保存 為什麼呢 剛剛已經很多人來論述這個房子 從北門街到國外路 乃至於野民南部的這個歷史脈絡 那他的三個理念 面對這個北門的這個方向是貼磚的 但是左右兩側是紅磚的 正好也就是在不同時期 所代表的深刻意義 所以我想 我想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從Urban Form到Urban Context 從Building Type 到我們現在推動的都市更新到處再生 其實 這個是有深刻意義的重要價值 所以 再也不會有這樣的房子了 我們就說 再也不會有這樣的房子 他的土地的大小 的那個範圍 不會再出現這樣的房子了 所以這樣的房子 不只建設的歷史 也是在都市的計畫上面 還有就是都市空間裡面的深刻意義 那柯市長在上一個任期內 所積極推動的虛虛門戶計畫 有一個整體景觀風貌的管制 而這個管制裡面 這棟房子也是重要的一個指標 對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透過了這個過程 沒有辦法把它保下來 它以後 就以都市更新開發的規模跟模式的話 這裡只會變成空地 不會變成其他的空間 所以更請各位委員 能夠珍惜各位 就跟我前一案所提的 那個我們沒有辦法 由獨發局自己本身 來啟動這些事情 而是必須由一個前面的文化局 來介護說 它有一個文化價值 都計畫層次 才能夠follow它下去 所以很請各位委員 給我們臺北市 有一個難得的機會 能夠去見證這段歷史 那我也對於那個物主非常的尊敬 還願意提出這樣的主張 願意來保存 很請各位委員多多支持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來接下來是宋主持 李子佳 各位委員好 我是說一下 那這裡有很簡單的提出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主導部分 那其實在於這裡的部分的話 我過去一直在做結錄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其實也是希望做世界改正的結錄其實也是不思計畫的一個文化資產 那台北城多地區其實是台灣裡面比較早的不思計畫跟建築關聯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國安節二號就是體現這一個規範的典型的結錄期 幫我們下一頁 那接下來五張圖片 實際上就是一直見證說 這個結錄為什麼會那麼重要 我們下一頁 跟北門這邊投射過來的這個銳角的三角形的這個 像這個看板建築的區位來講 我們下一張 這個是1914的世界改正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已經把這個三角形的這個部分寫出來 我們再下一張 抱歉我們下一張 我們再下一張 這個1940年的水道圖的這個部分實際上也見證了 再次去執行的這個部分 都市基礎建設這個水道也都已經 都已經拉到房子裡面了 我們下一張 那其實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從都市保存的這個觀點來看 其實很簡單 單動的建築其實沒有辦法表現 大概就是說可以像各位委員認知的這個 就是古蹟的這個營造技術的一個建築 可是我們希望說是能夠從都市的這個部分開始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看一下 臺北市的都市的文化資產保存類型裡面 像這樣子 是屬於衛主在一個三角框的一個地方的那個 的看法建築其實也不多 謝謝 好 好 謝謝 下一位是楊明達先生 就要來聽 各位主席委員大家好 我姓楊 那我的工作是在楊明達先生 我對面經營一間小咖啡店 所以其實我們工作的地方離這邊很近 那我在開始之前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在我們咖啡店的裡面呢 場面上畫了南天書群顧客的兩張地圖 那一張地圖呢指出的是1930年 在台北城裡面的街道圖 然後跟那些那時候做什麼樣的適用的 所以呢因為那兩張地圖 所以我們進來的很多客人會來研究一下說 1930年到底台北城的長什麼樣子 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來了一個很特別的客人 這對客人呢是一個日本的爸爸 帶著他的女的 那所以你們進來看什麼 他說他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地圖 那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父親的爸爸 他實際就是往所謂的灣神 他那時候早期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他是在台灣出生的 所以呢他爸爸在前幾年過世了 所以呢他就帶著 整理他爸爸遺憾的時候帶著一個舊弟子 他爸爸那時候住在金陵滴滴木 然後他想利用這個地圖去找找看他爸爸 生長的環境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呢我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他就說其實在他小時候 在他們回去日本在他小時候呢 流傳了一張明信片 這張明信片你只要拿在手上 就證明說你來過台灣旅遊 或者是觀光 那張明信片的角度是這樣子 他現在從小西路 然後呢 斜角照過去 會照到台北旅遊去 然後會照到這個三角形的街路 然後會照到北人 所以呢你只要拿了這張照片 你就可以很得意的跟人家說 嘿 我來過台北旅遊 那他就知道 齁 這就是台北 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其實呢 台北市在這幾年的發展 非常的迅速也非常的快 所以不管是東區 不管是新域區 其實都已經發展到非常先進的 非常先進的建築 所以我講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其實台北已經夠多高雄的玻璃圍大樓了 其實這裡就應該留下來是 台北的故事跟歷史 謝謝 好 謝謝楊先生 來 最後一位是 蕭先生 蕭威姐 感謝你 好 各位我又來了 一個偉大的城市 絕對不會是只有高樓 高樓太容易 但是我們要保存這樣子的文化制裁 非常困難 我們剛才看到了 很多文化制裁的爭議在於 所有權的不同意 因為我們的 每次的文化制裁的生意 從來沒有告訴他們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所以我們就經常看到 一棟一棟被偷裁 一棟一棟的倒下去 但是我覺得今天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的屋主 他是願意的 那在文化制裁保存上面來講 我們每次都在